妈妈,为什么你的名字是语字头的文,不是语文的文? 我也不知道呀,这是你姥姥过去的名字,就这个名字都已经跟了我三十多年了。 我建议你改成语文的文。 为啥呀? 那你知道你的脑子为什么反应得这么慢吗? 不知道呀。 头顶上下着雨,谁的脑袋也进不起,天天进水呀。 你嘴里按拓行啊呀,能不能别扁起嘴,好孩子都让你带瞎了。 嘴里按水泵的呀,咋这么能抽呢,能不能滑滑一点。 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吃饭的时候,右手拿筷,左手扶碗,你咋这么叛逆呢? 天天叨叨着减肥。 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吃的第三盆了吧? 我怕你怕脸。 来,再次挑战。 你要是能把这个杯子倒过来,而且里面的水不会洒,我就请你去吃大餐。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把我那些钱还给我。 条件不用人。 你要是能做到,我再叫你一声奇姐。 但是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你得再给我添200 行 我跟你说 你这件事情 他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还盖个手指 走吧老妹 咱们去吃大餐吧 写的这什么玩意 作文给妈妈洗脚 你看你写的 今天晚上吃完饭后 我要给妈妈洗脚 妈妈说 你连你自己的都不会洗 你还来给老娘洗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这什么玩意 你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那我这样说 你也不能这样写呀 我一给你辅导作业 我就偷偷 你就不能像我小时候一样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千茂 我学习方面 我从来没让你姥姥操过心 我一边学习 我还一边搞着畜牧业 你说放羊就放羊呗 还说畜牧业 长得还挺高级 你别笑 我就是一边学习 我一边还得放羊 我姥姥都给我说了 放羊只敢让你放一只 两只牛都输不过来 我姥姥想啥都跟你说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啥也不让你干 你就好好学习 长大之后考个好大学 对了妈妈 我姥姥还跟我说 你是加尼敦大学毕业的 加尼敦大学在哪里呀 那是这所国际名牌大学 你姥姥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我姥姥还跟我说 你小的时候鼻涕要到这儿 她天天用鼻涕吹泡泡 这是我亲妈呀 我姥姥还是 又跟我爸干仗了 又没跟过我爸 反正你爸是本人要的 每次吵架 从来都不主动成人错 说啥 说是他取错人了 不是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都不懂 干净给我爸都欠去 不是我凭什么道歉 错的又不是我 要不然 他挣的钱都不给我们花了 我们就得去喝西比风了 就他挣的那点钱 我还真没瞧上 我告诉你哈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明天我就去上班 工资可比你爸多多了 怪我今天说话这么飘 哪飘了 说我口气都大了 有多大 比我爸早起还大 比我爸早起还大 树上有15个苹果 乐乐摘下来5个 吃了3个 剩下的给了妹妹 问妹妹有几个苹果 两个 你脑子里装的是一坨浆糊吗 一年级的题就这么简单 你都能给我做错 我是真教不了你 你看题 树上15个苹果 对不对 他摘下来5个减5 吃了3个再减3 是不是等于7个 你还给我整个2个 啊 我是真想带你去数星星 可惜你不识数 那我问你 乐乐摘了几个苹果 题上都说了吗 5个 那他吃了几个 3个呀 所以剩下的两个苹果 给了妹妹呀 不对 人家不说了吗 数上一共有15个苹果呢 没摘到那时候 还在树上挂着呢 那也不是给妹妹的呀 前面的这个食物 你不用管它 它是专门干扰 脑子里参加过的人用的 哎呦 你妈 妈妈 我也很想带你去数星星 可你这智商 我只能带你去数月亮 去数月亮 去把碗洗了就去 昨天我刚洗 今天该你洗了 我给你一块钱你就赢了吧 谁去哪一块钱呀 要不这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是答对了 我就去洗 行 你要是答错了 这一个月的碗都是你洗 行 但是问题不能类似什么 紧箍住怎么念这种问题 你得问实实在在的问题 得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好 这个火红果液共有多少种 二千三百二十七个 不信你数一数 错 是两千五百五十三个 不信你数一数 我很确定 就是2327个 不信你八字种一个一个数 有人 刚才我在这里过渐了一遍 很确定 就是2553个 不信你等明天 八字种一个一个数 你说有一天我要是被绑架了 绑匪要100万 要不然用汽油烧了我 你能凑多少 我能凑两斤 啥 那我凑五斤 你可这样凑汽油呢 说是要100万 问你能凑多少钱 我没看出来呀 你还能值100万 我就是这么值钱 你就说你救我能凑多少钱吧 不是我不想救 是我的钱不够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吧 你知道吗 如果花多是你的话 我愿意把房子卖了去救你 你把房子卖了 那房东也不愿意呀 那我把车卖了 就你那破二手电动车 都没有修的价值了 收费铁的都得掂量掂量 也行 你把它卖了 至少能把绑果的绳子给输回去 收费铁的都得了 我不管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